据香港媒体报道 今年4月妹妹黄欣颖被接与人夫许志安有不正当关系后 演员事业实施杀停 她只在社交网公开道歉后 即前往美国求出路 而姐姐黄欣美则惨被连累 但因妹妹的负面新闻致工作量大减 由港媒拍到日前下午5时 黄欣颖姐姐戴黑色开服帽 一身街坊look素颜打扮的欣美 行色匆匆地走入油堂投注站 刚入内转了一圈 急急不走到附近的商场 原来她是赶往贵源机上提款 取完钱后她急到书店购物 见她买了书本及DVD 又去美食广场买稍微外卖满载而归的她 始终心系六合彩一元彩金 在回家前特意载到投注站 当时投注站人头攒动 不少阿树阿博在站内驻足观看六合彩过往的结果 新美毫不介意地挤入人群里非常专注的研究号码 研究了5分钟后 机场买了3张彩票 非常有耐心的排长龙买彩票 投注后她一脸如是正负 小心翼翼地把彩票收好后返回住所